中央社记者苏龙齐台北五日电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由行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 平复威权时期司法部罚等任务并于提出完整调查报告后解散 为促进转型正义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出促转条例草案 全案经朝野立法院党团多次协商都未会共事 院会上午开始以表学方式处理条例明定 行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为二级独立机关促转会制委员九人 由行政院长提名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行政院长未提名时应指定一人为主任委员 一人为副主委 主委副主委及其他委员三人为专任 其余四人为兼任 全体委员中 统一政党人数不得超过三人 统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人 条例明定促转会有五大任务 分别是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保存不义一旨 贫富司法不法 还原历史真相 并促进社会和解 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 其他转型正义事项条例定义为全统治时期持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到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指政治档案持由政府机关政党赋随组织及党营机构保管 于维权统治时期 于二二八事件 动员堪乱体制 这言体 至相关档案或各类记录及文件 已裁册机关档案也适用 为促进转型正义 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出促转条例草案 全案经朝野立法院党团多次协商都未获共事 院会上午开始以表决方式处理 条文规定 新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有五大任务 分别是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保存不义一旨 平复司法不法 还原历史真相 并促进社会和解 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 其他转型正义事项 条文规定 依促转条例接受调查的有关机关 团体 事业 人员不得规避 拒绝或妨碍调查 为者处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按次连续处罚 政党赋随组织或党营机构 持有政治档案 因通报促转会 经促转会审定者 应命已归为国家档案 拒绝已归为国家档案者 处一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按次连续处罚 条文规定 毁气 损坏或隐匿政治档案 或导致不堪用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为罪犯也罚 此外 对威权统治时期 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侵害公平审判原则 所追溯或审判的刑事案件 应重新调查 平复司法部法 平复司法部法 得识别加害者 并追究责任 恢复并赔偿被害者 或家属名誉及权利 损害及还原 并公布历史真相 并应依促转条例 撤销相关司法部法 有罪判决 并撤销有罪判决前科记录 条文规定 对不当当产 已转为国家所有 由中央成立特种基金 作为推动转型正义 人权教育 长期照顾 社会福利政策 及转型正义相关文化事务之用 1061205例院三读 毁气隐匿政治档案 最重判五年 中央设计者 苏隆其台北五日电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 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如果拒绝 妨碍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调查 最重可处 新台币五十万元罚还 可按次连许 处罚 毁气 隐匿政治档案 最重可处 有期徒刑五年 为促进转型正义 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民主进步党 立法院党团提出 促转条例草案 全案经朝野立法院党团 多次协商都未获共事 院会上午开始以表学方式处理 条文规定 新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有五大任务 分别是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保存不义一旨 贫富司法不法 还原历史真相 并促进社会和解 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 其他转型正义事项 条文规定依促转条例接受调查的有关机关 团体 事业 人员不得规避 拒绝或妨碍调查 为者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按次连续处罚 政党赋随组织或党营 机构持有政治档案 因通报促转会 经促转会 审定者 应逆已归为国家档案 拒绝已归为国家档案者 处一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按次连续处罚 条文规定 灰气 损坏或隐匿政治档案 或导致不堪用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为罪犯也罚 此外 对威权统治时期 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侵害公平审判原则所追溯 或审判的刑事案件 应重新调查 平复司法部法 平复司法部法 得识别加害者 并追究责任 回复并赔偿被害者 或家属名誉及权力损害 及还原 并公布历史真相 并应依促转条例撤销 相关司法部法有罪判决 并撤 肖有罪判决前科记录 条文规定 对不荡荡 产与转为国家所有 由中央成立特种基金 作为推动转型正义 人权教育 长期照顾 社会福利政策 及转型正义 相关文化事务之用 1061205 1 1 2 3 2 2 3